池上 提到唐代诗人白居易 就不能不提到一样东西 池塘 每每看到池塘 他都会喜不自胜 要过去游览一番 后来在江州围观之时 他更是疯狂地在院子里亲手挖了一个池塘 挖成以后 每天不仅要在池塘边溜弯 还要写诗加以引勇 接连写下了 池窗 池上集市 池上闲涌 池边 秋池 等等关于池塘的师座 共计三百余首 到了晚年 白居易更加痴情了 他竟然花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 外加两匹宝马 买下了一所叫做旅道里的二手房 原因呢 就在于这房子配备了一个硕大的池塘 在喜爱的池塘边 安度晚年 真是逍遥自在 可突然有一天 这池塘竟然出现了一个小偷 白居易赶忙为他写了一首诗 这便是吃上 一个温暖的午后 白居易正躺在池塘边的椅子上休息 突然耳边传来了一阵细碎的声音 顶经一看 远处的芦苇丛正在微微抖动 这时一条小船摇摇晃晃的从芦苇丛里滑了出来 咦 难道有人 白居易赶紧站起来观察 才终于明白原来只是小娃撑小艇啊 这里的撑就是用竹竿顶住水底是船前进的意思 而小艇就是小木船 一个戴着肚兜的孩童正斜瞥着眼睛 撑着小船缓缓行进 白居易有点莫名其妙 再仔细一看 才发现小船里已经堆了不少的脸蓬 原来它是偷彩白脸回啊 彩原来写成这样 是一只手正在采摘树上的果实 本意就是摘取的意思 原来这孩童是秃秃的踩完了脸蓬 正要回家呢 不过看来这孩子并非是罐头 因为他不解藏踪迹 留下了扶平一道开的破案线索 解是懂得明白的意思 扶平就是漂浮在水面上的绿色水生植物 这踩脸蓬的孩童也太可爱了吧 光顾着撑船了 却不懂得掩藏自己的踪迹 原本绿油油的扶平 被经过的小船划开了一道长长的痕迹 白居易五十八岁老来得子 然而还不到三岁 这唯一的儿子就夭折了 之后每当白居易看到孩子总会有浓浓的爱意涌上心头 他听说侄儿阿龟最近身形很消瘦 就银池风济如意我及家餐 游记了一个银勺子给阿龟 让侄儿一看到勺子就想起白居易 就会记得多吃一点饭 满满的都是爱意啊 这首池上也不例外 寥寥几笔就为我们展现出一个极为温馨的场面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那样温情地看着一个孩童闯入自己的池塘 又默默地看着他在慌乱中满载而归 也只有对孩子充满浓浓爱意的白居易 能如此慈祥地对待这个顽皮的孩子吧 小娃撑小挺 偷彩白连回 不解藏踪迹 扶平一道开